然后我是穿S,我穿了S有点微松嘛,我穿了S微松的 它就是给人家有点用懒风的那个感觉就对 只有一个色啊,就是这个比较西森物,我先来 前面拉链加扭扣,然后这边啊,它款式来的啊,不是瑕疵啊 它很特别的地方是这一些小细节 然后后面一样啊,这个口袋啊,后面它这个口袋 它跟回前面的那个款式 这一边,左边的口袋是比较正规的 然后右边的是这样子有款式,OK 一样是有宝宝的耳朵,然后你看这一边一样啊 这个破洞啊,不是瑕疵啊,只有一个色,OK 就是这个浅蓝,浅袋身这样子的,属于一个直筒裤管 然后 一下子啊 谁要找T2000这样子直筒的啊,不要错过这个款式啊,啊,我印象中,after新年之后啊,我们都没有这样子的,呃,这样子cutting的T2000的牛仔裤了啊 然后这一边啊,它这一边啊,它这些一样不是瑕疵啊,它有微微这样子的square,这样子的ripper的款式 左右两侧都有,这个面料弹性是非常大的 有买过T2000的牛仔裤都知道T2000啊,它做这样子的牛仔裤,应该说T2000就是做牛仔的装家,做牛仔裤的装家 做牛仔裤的装家,整体穿起来,它就是属于直筒,然后长,它的长度属于一个full length的长度了啊,后面,后面是这样,这样子的,OK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会有自留这个款式,因为我收发直筒付款的,我留过两个款啊,OK 我有两个款,我第一个呢,直筒呢,是呃,没有弹力的,第二个呢,是腰间有款的啦 这个呢,它是腰间是属于一个比较,它这个是装带比较多款式 比较多么啊,就是说比较,比较就是说牛仔那种经典的那个的版型啊 所以说整体一样啊,穿起来是非常的显瘦,这个,所以我是会自留这个,穿起来非常的显瘦 然后T2000你知道这个品牌,这两年是属于,呃,牛仔,牛仔,牛仔裤的,牛仔裤的那个,怎么的 款式里面,它是属于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那个品牌 为什么,有买过的知道,就是说它是一大弹力,然后上层非常非常的舒服 加上这个的版型,已经很久很久了,很久很久没有了 尤其是,就是说,呃,可能其他的,呃,品牌有啦 此次说,T2000来讲,这样子直筒的话,确实今天我们是第一次,OK 加上就是说,他的这个蓝色褥格非常喜欢,我们自己也喜欢 戴复古,然后它是这种呢,其实它是这种用蓝风 我建议你们这个卡码的话,你们拿大不要拿小 尤其是臀部啊,臀部我不建议你们穿起来这样子 对,很好看 因为用蓝风的那个风格穿起来这种掉掉,松松滑滑,才会带出来那个感觉 所以说,这一件我的臀部啊,跟着尺寸的话 其实说,穿上去我是有一流空间给你们了的,OK 就是说,你们穿上去的感觉,跟着尺寸你们不会是这样子啦 是不会,就是说有一流空间的,我想你们穿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效果有点松滑,然后就是带慵懒的那个感觉 所以说,根本的尺码的话,穿M,选择M啊 拉下裤头肯定是还有空间 可是如果我答应这个衣服就还好,如果是没有答应的话 可以这么说啦,缝铺头的话,你们能够接受切身跟着尺寸 多一个2cm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臀部我不建议,因为我就想你们穿出来有这种感觉 如果你太贴的话,这样子就不好看了 对,所以说,腰可以,臀部我不建议 我不想你穿出来,没有这种就是慵懒的感觉 因为这种直筒的牛仔裤啊,它整体药的效果就是微微的一点的用啦 我是穿M8的时候,M,它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药维合的中高 中高中高 中高的拆减来看,它的裤头的拆减是中高 找到一张签呢? 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我们等了不久半年而已 哈哈哈哈 这样很少的,去年也是只有两到三个款 我今天好像有三个直筒的,我只留到两个 因为有一个款式是我把我的卖给Google 所以这个款式我一样会自留 赶快不要错过,虽然是有限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厂子已经很久很久很久 没有这样子拆减牛仔裤 所以我们有的量也不能给它太多 我们要的量它不能给它太多 可以下单打Code,Size,不用打Code 不用打牙色,对 Code跟Size就好了 牛仔裤的价钱是109,中高 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我很喜欢口袋 非常好看,不要错过 批2000米,不要错过 你问我下一批几时,可能会是一年零八个月 因为我等了六个月 对,我们等了半年 一个色而已,我是特喜欢它口袋这个款式 这个倒三角形,这边不是瑕疵 比较深的颜色 然后呢,后面口袋也是一样是在右边 这样子一个款式 两个口袋都是functional的就对了 最重要,因为助理油记的 助理油的那条是弹性没有这么大的 对,我有一条弹性很大 对,我有一条弹性大 我有一条弹性大 可是腰巾是有款的 对 一条是零弹性的 这条有弹性的 然后它的款式就是属于一个经典的 牛仔裤的款式 所以我还是会一直 虽然很类似的 可是我还是会尽 因为整体穿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建议你穿得窄窄 因为你穿得窄窄 因为你穿窄窄 臀部啊,臀部不要穿窄 没那个效果就是要这样子的 你看现在很流行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我们的量很少 因为啊,长江整套半年啊 才有一个这样子直筒的 助理是穿M啊 跟助理的词码 这个是穿M啊 我是穿M啊 我穿L的话就是说 肯定没有送东华华啦 当然,这种学用蓝风的风格 有些人会特地买大一个嘛 就是穿的好像可以看到你的 你的那个怎么 怎么说 看到你那勾勾的感觉 有些人就是特地啊 用蓝风他们会买大一个嘛 可是如果你这场穿就不要啦 就不要 这跟着你平时的齿色 也是腰间那边 记得如果臀部卡 拿大不要拿小 然后威松你细生了戴 像我这样子 因为你看overall 我穿这个裤子是属于比较浅的 然后我会配上一个小白布鞋 我就买了一个白色的 腰带 其实我穿的是微松的 因为我的腰是68 可是这一件的腰是74 说到我绑了腰带是ok 给我的话我一样会滋留啊 就要是松 可是我就是要有那个松弛感的那个效果 整体穿起来是用蓝风带 加上这些学买白色的衬衫 再搭这个 你感觉立马出来哈 不需要怎么的配搭 还是说你搭我现在这个真正衫 也是可以搭得到啊 就是这样子一套带走 你一个感觉就出来了哈 助理配搭是oncent blue 我配搭了是baby blue 这样子的整体搭起来 想要显瘦万 可能你就选oncent blue 配搭我这个T 对 红色系哈 不要显白 红色系 要是红色系就是一身一钱 我是配搭了baby blue 再搭给这个牛仔 所以要这个牛仔的赶快啊 因为数量很少啊 久久啊 整大半年才有一个款 even去年也是只有那么三个款而已啊 这样子的裁剪 对 这种直筒比较少有哈 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 这一件事穿m 虽然说你平常是跟助理的尺码下单 建议你一样啊 要检查啊 检查腰围 检查臀部的尺寸啊 可能你的腰个类 助理很类似可 maybe有些人的hip 是比较丰满 所以一样 虽然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 腰hip都要检查 呃 missi其实没有讲要特定拿单 对对对 跟着尺码下单 只是说给那些卡马臀部的 你要拿大不要拿小哈 ok 总之我穿S微松 可是你看omero我穿起来 我把我腰带是可以的 你看啊 对对对 从后面你看 因为腰S7 只是我的腰是68 我还是carry的到 只是说我把上腰带 ok 所以说我会说细上腰带就好 那不过我穿这个我的size 因为这个是我的腰是48 这个时间到79 就说多 不管你是刚好是好 因为它是有大弹力啊 它是有大弹力的 我们常常坐上坐下啊 它都会会笑笑滑 所以避免我们可能常常 这样的微皮裤子啊 你的我们就记得说 你细上腰带 就会避免那个 你裤子的尴尬的问题 所以如果这个款式啊 跟处理的纸马的话 选择M啊 我是穿的M size 这一期牛仔裤 这个款式 强力推荐 不是场地推荐 是必须带走 必须带走 为什么呢 等太久了 没有这样的拆解 主播穿S 我穿M 对这样子外面 因为现在今年很流行 这样子 只要不要换裤脚 还是那种老爹款 所以我们讲啊 这一个直筒裤管啊 整大半年 新年之后 新年之后就没了 不夸张 这个是等了这么久啊 我们没有夸张啊 就是真的是等了这么久 才有一个这样子的款式 因为我们新年过后 有的那个是repeat啊 这之前有过的 这个是全新的 对啦 PVV52X到XXL 面料是属于大弹性的牛仔面料啊 这个中厚大弹性 它后来它不会分啦 对啦 透气 它是属于透气的牛仔面料 前上没有穿的 你看 对 只有这个厂家用的牛仔面料啊 才会有这个效果啊 如果你们是 呃 完全没有买过 我建议你一定要带走 对啊 中高摇 中高摇 牛仔裤这一期强烈推荐的 就是必带走的啦 OK 必带走 一半年才有一次 Even去年也只有过三个款而已啊 这样子的 MSI MSI MSOLAR CHERRY SOLAR JANI M NICOL XL VIVIAN 你的是S 然后是 MISTI 你的是XSI SOLAR 要的赶快啊 一样是S EPIC MISTI 你的是LSI SOLAR MISTI MISTI PEL MI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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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自己买3500也没有他的好 顾客feedback也是这样子 他买了T2000的他们都会到你来找 自从我穿了T2000的牛仔裤之后 从此以后我衣橱里面没有出现别的品牌 还是 有些是买款 我没有去外面大牌子 有些我们去外面大牌子 你去外面大牌子找 我没有去外面买的 真的没了 所以他跟外面大几百的比 他不输 因为我不讲有S到XXL S到XXL 我买了下手机 我要买来做版 有时候我们只是抄版 买是因为要那个版 所以T2000牛仔 真的看到的话 赶快 Quiz他最大到XL 有到XX 有到XX 为什么你没有 有关系了 不好意思 XXL的尺寸没有放到 一下子我嫁给你们 看他 来要他赶快啊 最大是有去到XXL OK 数量很少 我们的间 你们直接直播下单 看了直播 回来直播间这边下单 inbox下单的没有保留先了 OK 随意回来直播间这边下单 到XXL